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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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二分之一強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小梁哥好 歡迎你 我的朋友最近剛結婚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要結婚 但是結婚了 然後他們想要找一個 那時候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要結婚 是啊 然後呢 然後呢 他們想要找一個度蜜月的地方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這個問我就對了 我跟你講 畢竟你好像很常 飛來飛去 不要摸喔 我嚇著蛋有戴奧心喔 我跟你講 度蜜月問我就對了 你知道嗎 對不對 對不對 為什麼去那個地方 我跟你講 自己獨棟的V啦 對不對 窗子看出去外面就是海 地板打開跳下去直接浮錢 哇塞 又沒有電視 手機也沒有訊號 兩個人在裡面 死了都不知道 喂 兩個人在裡面 都不被打擾 哇塞 最好的地方我推薦 度蜜月聖地 馬爾蒂夫 對 那不是金寶山嗎 馬爾蒂夫靠海 馬爾蒂夫 而且你不趕快去 再過幾年沒了 對 所以馬爾蒂夫 所以你的蜜月是去馬爾蒂夫 你怎麼會這麼浪漫 沒有我是選擇另外一個地方 它有哪裡 你今天是誰 還是銅鑼燒就好了 你去我家廚房幹嘛 去銅鑼灣度蜜月 你有沒有搞錯 好啦 你去銅鑼灣 你怎麼樣都去香港 你是怎樣啊 不是啊 你們每次罵我去香港 我不能去銅鑼灣嗎 你是怎樣 不要驚動我的羽毛 羽毛好帥 好不好 硬要我演什麼老天鵝 你就老天鵝 所以要去哪裡 我跟你講蜜月有很多地方可以選擇 不是只有香港或銅鑼灣好嗎 對啊 所以今天要請大家來聊一下 大家心目中 度蜜月的聖地是哪裡 所以今天我們就請到了 只要有他們陪在身邊 我們四位台灣團代表歡迎 當然對面根本搞不懂 什麼叫做蜜月 一說花錢哪裡都不想去 我們的聯合國行男歡迎 歡迎 湧床的婚禮 告一個段 最讓新人期待的 就是蜜月旅行喔 到底在台灣人心目中 最佳的蜜月景點是哪兒呢 今天一次全部為你剖析 當然今天我們有好作品要推薦 就是我們的鐘樓愛人 歡迎兩位 我們這是一部就是 勵志的青春校園愛情片 東升出品觀眾一定有信心 當然還有周湯豪嘛對不對 對 還有那個孟耿如 對不對 喜歡他們的朋友們 真的一定要按時收看 好的 歡迎兩位喔 謝謝 今天大家 遊遍全世界 首先我們要來問一下 台灣人最想去哪裡度蜜月 你就銅鑼灣了嘛對不對 對 我去翡翠灣不是比較近嗎 所以今天這個字版 就是我們統計出來的 台灣人最想要去度蜜月的地方 是的 那我們從中間開始看嘛 好 我們先來看第四一名是哪裡呢 請看我們的 東區街訪VCR 美國的夏威夷 因為可以跳草群舞 夏威夷感覺是一個滿漂亮的海島 很熱門 也很好購物啊什麼 還可以做很多水上活動 夏威夷它比較感覺就是一個 很放鬆然後輕鬆自在的地方 美國基督山 很多人去那裡拍照很特別 洛杉磯吧 就是因為那邊有好萊塢嘛 然後有很 有那個星星大道跟唐人街 比較多亞洲人可以逛人吃那玩的地方 拉斯維加斯 可以賭錢 那邊也比較煩 我會比較想要去那裡逛一逛 好 所以現在大家講的大概都美國啦 美國嘛 美國最好玩的地方 大家剛剛都有講到了嘛 夏威夷 拉斯維加斯 洛杉磯 然後還有那個基督山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下面一個 下面一個 我們要聊一下美國好不好 美國除了這些地方當然有很多 但是我覺得 美國最適合結婚就是在夏威夷 所以剛才影上講這些 都是美國當地人也會去度音樂的嗎 也會 當然是這樣子 那就像我表哥跟 我的表弟跟我的表姐 他們也是在夏威夷結婚了 那就是他們的婚照 你看 是不是很浪漫 這 然後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浪漫 你看 就是我們家人 就是這是他媽媽 跟他的弟弟 他的妹妹 然後他爸爸 他們就是全家 就是一起去夏威夷 然後就完了 然後結婚 那你沒有去 我沒有去 因為我兒分是一場 不給我下 不給我休假 這就是你表弟最好的選擇 對 也是你送他最好的禮物 夏威夷真的很棒 聽說你老婆很想去不是嗎 對啊 他就想去夏威夷啊 可是人家說夏威夷就是曬太陽幹嘛的 對啊 那他去幹嘛呢 他不曬太陽嗎 沒有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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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風後的雨衣 擋住了我的寒冬 不是啦 沒有 他很少戶外的活動 喔 是是 日本人最愛去夏威夷 度蜜月 很多 因為日本是 日本 夏威夷是很多日本人 所以 日文是會通 對 對 然後一整年都很熱的氣候 然後隨上活動也很多 所以日本人很愛去 那關島呢 關島有 你們喜歡去嗎 我有去過關島 但是我覺得那邊還好吧 哪有 關島很棒好不好 有嗎 我覺得關島很棒 而且其實台灣人飛關島 剛好是時差7個小時 沒有 誰搭這麼常熬夜 去那邊很尷尬 你知道嗎 一到了飯店門口早上5點 你有去關島 然後我說不好意思 沒有 不好意思 我們在聊關島不是龜山島 關島 你很快 對 一下飛機要先去大賣場 買一些你要的東西 對 然後先去逛街 不是 我就去門口 然後那個 他不給你 切給你嗎 對 你也是坐小花航空對不對 前一晚還在睡 那你就進去跟他一起睡啊 很多我們同團 什麼一起睡 很多同團的 直接在那個大廳拉筆 不是有沙發嗎 就睡了 你知道嗎 我想說 在這邊睡不好看吧 那我就問他附近有什麼 就是有一個 不知道有一個Walmart 還是有一個什麼 所以你就去大賣場睡 對 就去那邊硬逛 逛到中午 可是關島真的很好玩 我跟你講 那時候我去那邊潛水 打高爾夫 然後呢 你就所有的海上運動 我其實滿推薦大家 蜜月可以去那邊 聽說現在班機好像比較好了啦 好像有比較調整 有中午到達 你也可以選擇 但就像小梁哥講的 你蜜月嘛 蜜月要幹嘛 就是要入門洗嘛 就是要懷孕嘛 一次把事情全部做好嘛 對不對 好急喔 好急喔 對啊 關島就是沒什麼事可以幹 你知道嗎 就是免天就是休閒 然後兩個人就是面對面 相看了兩不厭 然後就只好做一些該做的事 你該做的功課也都繳完了 對 所以我覺得關島呢 但是他的 是一個強迫中獎的地方 對啊 他們是土塵監獄就可以啦 那不一樣 陽光沙灘空氣跟水完全不同 就藍藍的天 然後我們真的就是在那邊 發呆一下午 而且他的飯店 都是在海灘旁邊 所以你只要走出來 你的房間外面 就是看著天 然後就是躺在那邊 躺完了無聊了 兩個人能幹嘛呢 是吧 吃飯 所以是不是很多人度蜜月 都會選擇有海邊的地方呢 是不是 你今天是羽毛可以頂著 不怕噴著在胡說八道 怎麼都不太涼 連意大利人都非常喜歡去美國 度蜜月 可是不是小瓦尹 因為小瓦尹日本人很多 對 小瓦尹 小瓦尹 所以我們都不要去 可是就是美國 美國非常 因為為什麼 意大利人平常 都不會去很遠的地方 都是夏天放假 都都會去海邊 在國內的 所以他就是也會 這麼一輩子一次 他要去很遠 然後我們又是看很多 好利物的電影 所以他都覺得 哇 美國那裡 加州 有拉斯菲加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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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凰城 所以 什麼 就是我的 我的家室啊 你們在聊什麼 你硬插一個 你的故鄉鳳凰城 人家不會接了 你腦波好弱 不知道 你腦波怎麼那麼弱 有鳳凰城 什麼 那是我們意大利人的一個動力 他很想要去 Hollywood 看有沒有明星 他們就是很愛去那一關 結果覺得 哇 這裡好大 大家都好有錢 不像我們 很常在意大利 他就是這個心態 是這個感想 對啊 然後連我哥哥都有去 沒有 不是蜜月 就是去玩 在美國 他就看到David Bacon 在跑步 然後他覺得 哇 怎麼那麼完美 好有錢喔 好帥 法國人也很喜歡去 美國 明月旅行 像我姐姐她去美國三個禮拜 那她 因為她老公很想去那邊 所以他們先去紐約 因為很漂亮的城市吧 後來去 拉斯維加斯 因為她老公要去那邊賭博 就看看啊 就是我們也是 法國人跟意大利人 就是在看電視 然後就啊 美國這次很棒 然後兩個人一起去 馬亞米 因為馬亞米 比較有藝術感 有很多那種 就是Museum 或者是藝術感 然後就最後去比較海邊 海灘的地方 所以他們去巴哈馬斯 因為從馬亞米是靠近 對不對 要飛大概兩個小時吧 很近 很近 就是去三個禮拜 花大概二十 二十萬 二十萬台幣 二十萬台幣 大概 我想二十萬美金嚇死我 太貴了 太貴了 二十萬美金 我們就會把這整段剪掉了 對啊 聽起來不錯齁 對啊 有人推薦也有人不推薦 是不是 我覺得蜜月這種地方是 就是你要 只會這個地方 只能想去這一次 對 然後就這樣 因為美國你想去就可以去啊 而且美國 拉斯維加斯要去 紐約要去 很多地方其實你都要去 我跟你講 還有人蜜月想去旺角咧 誰啊 還好吧 是不是你說說看老天爛 對 所以他就一直說就是 美國就是可以去很多 他現在要去一個就是說 一生中可能只會去一次的地方 對 很多次 所以妳覺得那個可能不是 女生心目中很夢幻的一個地方 對 像我如果真的可以去北極 我也會去啊 蜜月你只會找個理由去這個地方嗎 對 不然你後來就不會去啦 而且去美國感覺就是要看一些表演 或是博物館那種 就浪漫減少很多 對 太理性了吧 聽他講我就覺得 他還在拍戲 他婚什麼意思 為什麼 什麼意思 沒有沒有 因為在婚姻中有很多的不得不 就是說 比如說老婆喜歡去哪裡 對 那你就必須要去嘛 對不對 不是說自己想要去哪裡 就去哪裡 這樣子 沒關係 其實我覺得 我滿了解你的意思 像我覺得 在美國你要去夏威士可以 但是去拉斯維加斯 是完全不行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另外一個表哥也是在 拉斯維加斯結婚的 那我們去參加他的婚禮的時候 雖然他們花很少的錢 因為在拉斯維加斯可以 就是只要結婚就是很便宜 兩百塊的那種就可以解決 花圈然後只要登記一下就好 對 就這樣 就一個教堂馬上去 因為他們也有 都來訴的那一種結婚對不對 有 我朋友就是去隔天 就馬上登記就結婚了 都來訴 對 那地蓋子是很容易求婚的地方 還是不用下車耶 有這麼浪漫嗎 其實你看外面 沒有是酒很多 對 是有錯嗎 取之不盡 對啊 但是我覺得去那邊度米音樂 是不對的 因為我就是 因為像我表哥 他們去哪裡結婚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很專心地 參加他們的婚禮 我們都是想要去賭博啊 去玩 去看一大堆秀 那去看一些美女 跳舞遊遊感官的那一種 那一都有 但是沒有人很專心看他們的 就是想要參加他們的婚禮 你會覺得 那這個不是不適合 就是有一個 而且 度蜜月的那一種感覺 度蜜月去Vegas很危險 因為說不定 剛剛結婚的時候 兩個都還藏得好好的對不對 可是一到Vegas 說不定 有一個賭性堅強的 整個蜜月吵架 對啊 或是把錢不小心花光吵架 對 你們就把重點放在錯的地方 因為大家也喜歡 沒有 說真的啦 你要去度蜜月 跟你要去旅遊 旅行 是不一樣的東西啊 你說要去旅遊 那你當然可以去美國 你要去度蜜月 那就不要去美國 因為真的 你去大城市 那也是 那就是走來走去啊 然後會累啊 然後你要逛街啊 然後你就會分開逛街 不是兩個人一起的一個 度蜜月的這種感情嗎 那個心態很重要 那當然夏威夷是比較適合 因為夏威夷就是 有太陽那些 就會比較輕鬆 可是真的說 因為你要坐飛機很久嘛 那你會累啊 然後在那邊也是時差啊 什麼的 而且因為如果你知道躺在海邊 然後舒服的這樣子度就 那你就不如留在東南亞這邊 也是很多地方 因為海邊長得都會類似 真的 真的啦 因為都是海邊 都是沙灘 都是水嘛 對啊 真的 不是你要去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或什麼 因為只要你們兩個人在一起 然後就是可以輕鬆的 不放鬆 因為那時候蜜月熱戀期 你有彼此嘛 不好說 而且你覺得飛機飛太遠 你在家就好啦 在家最輕鬆最自在 不要穿衣服也可以 你就拿著護罩 然後去 沒有 你們一直都是說美國 那是大城市啊什麼 那你去拉斯菲根也是大家一樣 然後就是 然後所有的錢都沒了 然後就離婚 然後什麼 那有什麼意義呢 不是啊 可是你們如果說 那時候最好的就是馬爾蒂夫吧 馬爾蒂夫跟美國差很多咧 馬丁 今天很激動 不是啊 你說海邊 差不多都長得一樣的沙灘 那你就拿著你的護照 對 誰會幫我開張 沒有人幫我開張 我們剛剛看的是第四名的美國了 是 那我們第三名是哪裡呢 第三名請看我們的東區街坊 我覺得 希臘的感覺就是神話很美 有在網路上看到有人去 覺得那邊風景還滿好的 像愛琴海那邊有那種 白色藍色的建築 應該就是比較 愛琴海 因為他們不是都有那個 藍白的建築嗎 感覺就那邊 看夕陽喝酒就很浪漫 希臘吧 希臘感覺比較浪漫 地中海那種風情這樣子 希臘大家 統一的想法就是地中海 愛琴海 是 大家應該就是覺得那邊很漂亮 就是你們身上的顏色 白色跟藍色 可是人家說去看那個房子是說 好久 是你講的嗎 沒有 因為是真的 因為它不是很容易到的一個地方 第一個 它就是你要坐船 然後要就是 到飛機到西南 然後坐船 然後要走路 然後會用那些爐 要騎爐 騎驢子 對 騎驢子 非常的偏僻 然後很小 非常的小 其實只有一小塊 一個小 比如說你們照片看的那個 你們現在在講的是說 我們印象當中 黑白 藍白的 藍白的 那個建築 就是媽媽咪亞舞台劇那個 叫做Santorini 然後Santorini那邊 就是很偏僻 就是這個照片 比如說這個 因為有另外一種照片的那種 你看到的那個 就是全個那邊 好美 就非常的小 你待在那邊兩個小時 就已經觀光了 所有那邊 全個全是 搞不好還沒有東區大就對了 對 差不多 如果你要看到那些 藍白的 藍白的房子 你可以去一大世界 那邊也有機械啊 對 可以很便宜 很便宜 傷心都快可以搞定了 這位先生麻煩你出去 謝謝 其實我跟妳說 如果你們是夏天去 比方說 超多遊客 因為很多法國人 意大利人都會去那邊旅行 因為我們用那個 很便宜的飛機 可能就是一碗塊 也可以到那邊 可是明明你們自己泥絲也 一碗大幣就可以到那邊 你們自己泥絲那些 也不是都長這樣 這個地方真的很漂亮 你讓你要當機 什麼意思 我是同意這個地方很漂亮 可是我們對歐洲人來說 這個是比較 就是 普通的地方 對 而且那邊經濟真的不好 你去餐廳很貴 而且那個 那家店有時候 那邊隨便開隨便灌 我一些朋友住那邊 三個月 就是有時候 就是沒辦法買東西 因為一些當機的地方 就是真的 沒有那種很大的草食 就是那種小的便利商店對不對 好 就隨便開隨便館 而且那個海很病 隨便開隨便館 就是它不一定有 對不一定 去那裡說 需要兩個小時很遠的去 可是我覺得最漂亮的 最那種 有特別的感覺的地方 都是需要一點時間 載回到那裡 像台灣那個蘭嶼 也是要兩個小時的船 載回到那裡 所以它一直保持得那麼漂亮 我覺得希臘 沒錯 到那裡你就是 非常非常的值得 因為真的很浪漫 而且當地人 其實他們是沒有做 他們隨便開隨便關 東西很貴 可是他們很友善 像你要去那裡 他會請你喝酒 甚至有人在那裡 邀請你去 在他家睡覺 然後起來發現 起來發現 躺在浴室裡面 然後 然後那個是 我是說 我跟我老公說 我想要去希臘度蜜月 就是剛剛那個房子 藍色白色多漂亮 對 結果後來我老公就說 好 因為他們他在英國念書 所以其實他在周遭的 那個國家都去過 所以他就說 你喜歡希臘什麼 我說就喜歡 藍色白色的房子 剛剛看到那樣 他說好啊 那我們就找一樣的地方 其實你們台灣有一個地方 在花蓮的民宿 就長那樣 所以我們的婚紗照 就在這裡拍 網路上面好像有人在傳 對 他在那個花蓮的海岸旁邊 你看那房子都一樣 都是藍色白色 是 所以我老公就說 那你婚紗照拍過 就不用去希臘了 那第五名會是誰呢 請看看 我想要去義大利的羅馬競技場 因為我想要跟我未來老公 去那邊當戰士 羅馬比較漂亮 比較好拍 感覺比較適合跟男朋友 或是未來一半 譬如說放鬆啊 或者是看看一些景色之類的 感覺比較不會吵架 因為我同學去義大利的威尼斯 然後他們 就是在那個湖上 海上面拍照 感覺很美 然後感覺很浪漫 所以想去看看 羅馬跟威尼斯 之後馬丁街說 這些人 這些人 第一個 沒有去 沒有蜜月過 然後沒有去過歐洲 對 才會這樣 就是有衝擊 你們先講你們好 實際上真的 羅馬 羅馬大家想去是為什麼 因為我去了之後 我覺得它那個地方 其實是很 很 很無聊 不適合旅遊 對 沒有羅馬就是你去義大利 你會去米蘭 或是去其他別的地方 可是羅馬就是一個很嚴肅 又一個就是 超多人的地方 你看我剛剛是相反的 如果我去義大利 我跟你說 米蘭直接跳過 為什麼 因為羅馬就是真的有 好幾千年的東西 跟希臘一樣 有好幾千年的 你看喜歡古文物的 古文物 對 這就是你一直 沒辦法跟我們融入的原因 對 好壞 米蘭有Fashion 可是我們就平常是 接那個信用卡 給老婆 一定是不讓她去米蘭 其實很多人 重點也是說 因為你們去那邊 不管你去歐洲 歐洲的哪裡 除非你去一個就是度假島 就不要真的不要去歐洲 因為全個歐洲 你都是一樣 都是就是大城市 走很多路 然後都是比如說 你說羅馬那些都是 很難走 就是那種很多石頭路 很難走 就是高跟鞋跟會卡住的那種 會卡住的那種 就是娃娃車推了小孩 都會腦震盪的那種 對 然後 所以全歐洲都是那樣子 就是大城市 你會一直走路啊 然後如果是夏天 又熱啊 然後你兩個就是會脾氣不好啊 對 然後會就是很容易吵架 然後就是 他要看這個 我要看這個 就真的是沒有這種放鬆的感覺 真的 真的不要去這種大城市 光街之類的 真的是要放鬆 我真的知道 意大利不適合啊 不適合 而且意大利那邊 都是那種胡志龍的 都是那種 你不爽啊 真的 對啊 我們是來度蜜月的 他來把我的新娘 對啊 而且那邊 那邊 如果意大利人太餓 你跟老婆一起去 他會被追走 被追走 這些東西都是兩個人決定的 是老婆打印成這樣 所以那邊 要怎麼多小頭 就是你去那邊光街 救保吧 救補肩 怎麼辦 就會吵架 就會不開心啊 對耶 好有道理喔 但是連威尼斯 你們都不推薦嗎 因為我覺得威尼斯 已經算是意大利本老闆 你去威尼斯人就好啦 我跟亨朵 你又這樣了你 一樣 是很 很值得去 但是不適合蜜月 對啊 我覺得是結了婚之後 適合去意大利 可是 意大利那個 你看你這張照片 公道老 公道老不是很適合蜜月 一起去做嗎 公道老船嗎 真的 我跟你講這是我結婚後去的 所以你看明蘭大教堂 也可以非常的 你知道就是 很有感覺的 不是那麼人聞 這是我喝了四杯這樣的啤酒之後拍的 你看多美 那還拍那麼好 你酒量不錯耶 就開心啊 啤酒杯比較美 對 你結了 你看 家常行李車真的有人在那邊結婚 有 他們都在那邊拍婚紗照 拍婚紗照 拍拍就算了啦 因為那邊要走好多路 然後公道老 就是也是在那邊坐船 這邊也是啊 這也是義大利啊 你在那邊啊 我問你啊 那個廣多拉的人 他有沒有在唱歌 有 有 好像他都在拍張畫 他在拍張畫 我自己說就是 你在那邊就在拍張畫 對 你看義大利都壞了 他一整天都唱歌 他無聊啊 那你幹嘛罵公公哥啊 那你幹嘛罵公公哥啊 光公哥很開心啊 他一直罵他 然後內光公哥一直啊 這樣看他 很好玩啊 你食量裡面 總會碰到一個懂義大利文 有有有有 就被發現了 有這種刺激 但義大利人真的好浪漫 你去那個街頭啊 吃飯啊什麼 他們都會真的就是 就像你那樣 都有迷人的微笑 而且很多好吃的東西 所以其實就對你這樣子放電 然後呢 老公就會看著人家跟你放電之後 他也會對你特別的溫柔 所以其實我覺得 跑地方也不錯 不過但是我們的經濟才會跑啊 對啊 那還不錯啊 都是跑來的錢吧 對 對 我也不推義大利的原因 是因為啊 雖然我是女生 可能好買真的 這點滿重要 但是跑手很多 我就很擔心 我有個朋友他們就是 去義大利讀明月 結果才第一天 才開始逛而已 他就覺得奇怪 他包包怎麼破一個洞 他是被人家割破 然後整袋的錢都不見 而且好像將近十萬塊的台幣 我朋友是第二天 都差不多 就是很前面就被偷走了 我們香港朋友都習慣自助旅遊 所以我們都是租車 然後選擇要不要跟司機 那我跟我老公有跟司機 就安全一點點 真的 你要跟司機 因為他在保護你的性命安全 你知道 我朋友他就是沒有跟司機 他想說夫妻兩個 然後帶三個女兒去玩 然後就一台車這樣子開得到處走啊 從米蘭啊 然後再開到羅馬什麼之類的 行李就放在車上 他只是下去羅馬的那競技場 逛一圈回來 他連行李全部拖走 那司機去哪裡啊 司機就他們自己開啊 他沒有被司機啊 他沒有被司機啊 所以他整個那個玻璃被打破 然後全部的行李全部都抽空 護照什麼通通不見 對啊 這個 這個真的是我們很會做這件事情 連我 你很驕傲 你很驕傲 他們是不是有個集團啊 不是真的 這個真的會發生很多 沒有投資那個集團嗎 台灣到處都有那些攝影 監視器 對 但我們意大利沒有 為什麼 意大利人有人看也不見得會說什麼 連我坦哥 我們的城市很小 沒有觀光客 我坦哥的車子裡面放很多 音樂的那個器材 然後那台車的架子好像只有2萬塊台幣 裡面有40萬塊台幣的器材 音響 所以那些器材你偷完之後你賣掉多少 我偷 那為什麼你只要接獨立的話 真的 反正就是 然後被偷 然後你在羅馬 所以 我知道就是這些地方有點安全的危險 可是威尼斯 我真的很推薦 因為威尼斯 我覺得馬丁說不是 我覺得反而很適合路密約 因為威尼斯 第一個你不能開車東西不會被偷 一定要走路 然後我認識很多台灣人 都是去威尼斯度蜜月 而且有兩個跟我說 一個夥伴 跟我說 我們去威尼斯的時候 我們感情變成的更好 因為威尼斯其實 你去哪裡 你走路的時候 每一個石頭 每一棟大樓 都是很有藝術感 都是很美麗 而且因為你真的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做 你只能在那裡走路 所以你會沒有任何的煩惱 也不會很急 你就慢慢走路 喝咖啡 就是會放鬆 然後真的只有你跟對方 在十萬個人的中間 已經開始在重複囉 目前有希臘 美國 義大利 是 那還有第二名 會是哪個國家呢 好 我們要來看第二名 到底會是哪一個國家呢 跟男朋友討論過 我跟他都覺得蠻漂亮 所以就是有討論過說 很喜歡法國的感覺 曾經為了很想去法國學法文 因為法國就是時尚之度 然後而且就是在巴黎很浪漫 法國巴黎 感覺那邊比較漂亮 他們那邊就是街上啊 很像都會在咖啡廳 很多人就是在外面喝茶聊天 然後感覺很清幽很舒服的感覺 步調很慢 因為法國就是一個浪漫之度啊 就去到法國就是 不管去哪裡都覺得很開心 普羅旺斯很浪漫 女生應該都喜歡浪漫的地方 法國很多女生的可能首選覺得浪漫 戰不絕口啦 他剛剛有講的巴黎跟普羅旺斯這樣子 居然才第二名喔 對啊 對不對 有什麼推薦的地方嗎 法國啊 法國啊 沒有錢不要去 真的 真的 謝謝 謝謝 下一個 法國學會很容易破產耶 對 很多人覺得法國很浪漫 你們去摩納哥都是 哇 都是很完美 都那個 那個 房間 吃著餐廳服 連警察 你 好像都是模特兒 對 警察是模特兒 警察都是模特兒 就是他們的衣服 他們都穿得非常的緊 其實我們度蜜月的時候 女生期待什麼很浪漫 你說的很完美 可是其實我們對男生來講 我們男生都會期待 我們度蜜月 第一天的晚上嘛 對 所以 那他們那邊 Wine很好 Wine很高級 很便宜 所以就 去那邊度蜜月 然後晚上的時候 開一瓶紅酒 然後大家一起喝 然後就 過得好好的一個晚上 所以你就是先把你老婆 關醉 才有辦法好好過幾個晚上 就對了 就是 就這樣 才要去巴黎 蜜月旅行 真的 因為 巴黎人這麼冷謀 每天信心不好 我跟你說 不要去 就是巴黎要去旅行 可是而且 我的蜜月旅行要放鬆 對 那巴黎你是每天要小心 你的手機在哪兒 錢包包包 對 一直很緊張 去南法 對 南法 而且會有賽車 可能在罷工 因為就是法國人很喜歡罷工 所以就是真的不要去巴黎 去那種南法 或是去 因為 會 瑞士 瑞士 附近有 有一個湖 一個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歐洲真的很多其他 所以可以去那種南法 可以可惜家 是一個法國的道 在 其實 南法 然後我們法國人會知道是 法國最漂亮的地方 真的喔 我小時候少女星的時候 經過了那個南投 清進農場 然後就覺得那邊的房子 真的太美了 因為那個顏色就是那種 黃色的配色 然後就一上網查發現原來是 法國普羅旺斯那邊的房子 非常想要去看一下 對 有一個民宿 它就叫普羅旺斯 然後它就是做成那邊的房子 對 茨莉 你就直接去那就好了 一筆錢 但是 對我們法國人來說 我們還是希望 明月旅行的時候 可以去比較熱的地方 像海邊 喔 熱 所以我們會去 法國有很多海道 海道 海道 像加里比海 對 對 像靠近古巴那邊 我們有馬丁尼 瓜德魯普 塞馬丁 在我長大的地方 所以我小時候都會 就是常常看到很多 就是夫妻一起去那邊拍照啊 然後就是每天都是去海邊 吃很多那種就是 exotic 異果的食材 然後那邊我們有一些 萊姆酒的 萊姆酒場 萊姆酒場 對 所以跟葡萄酒一樣 可以去那邊觀光 就是做怎麼做那個葡萄啊 那個萊姆酒 欸 加里比還有想去耶 而且去那邊就是兩個人 可以花大概十萬塊就好 可是從法國飛過去吧 其實從台灣 從台灣可以大概十萬塊 三萬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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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萬塊台幣 那我想要問別人 就是你在台灣生活了也一段時間 那你建議台灣人如果要去法國玩的 像南法這樣的時間點是幾月 是比較舒服的 季節 我會說五月 五月 就現在 五月或是 走啦 喂 你在說 在哪裡 走了 五月啊 五月 五月 六月初 或是 九月第一 十月 當然人總有夢醒的時候啦 聽聽我們吐槽大隊長馬丁 沒有啦 一樣啦 告訴他們 沒有沒有 雖然像你們說的 這些比較特別的一些的法國 對 OK啊 可以啊 那些 OK 可是巴黎就真的是不要啊 他們都說的一樣啊 對啊 可是巴黎就是為了去這個漂亮的地方 你要去可能做那個 捷運對不對 很髒 可能就是要消息你的笑脫什麼的 所以為了三個笑色的世界 你會擔心很多 我覺得這比較不適合迷月旅行 很容易美好會斷掉 你說我們去看那個紅魔房的秀 真的推薦大家去看 很好看 很好看 很值得看 那個紅魔房 大家的故事都知道嘛 所以人家去看古蹟 又去看裡面的秀 可是就是看完 心情很好出來的時候叫不到車 然後呢 你就要走很遠 可是走的路上都很多 因為你那個秀看完已經很晚了 對 然後路上都很多 就是不是喝醉 要不然就是有流浪海 對 他們很多流浪海在巴黎 然後就會覺得很恐怖你知道嗎 可是就要走很遠才能搭車 我怎麼印象說好像巴黎都是濕濕的 我覺得我走在路上好像都是在下雨的感覺 對不對 沒錯 好啦 那所以我們剛剛第二名就是法國了 第六名會是誰呢 來看一下他們怎麼說 人少一點的地方 比如說像巴黎島 而在那邊的話 就是只有那個海邊 海灘 然後呢 我就可以跟我的另一半就很甜蜜 不會受其他人的影響 結婚要花很多錢啊 然後以後要生小孩幹嘛幹嘛的 就是那裡又近 然後經濟實惠 當然是東南亞 如果跟老婆吵架幹嘛的話 就是還可以玩 就很多地方 我的意思是就是說 吃的喝的就是 對 比較不會無聊啊 你怎麼可以剪掉 我們好不容易訪問到東南亞人耶 對齁 對 當地人講得最準 對 如何 東南亞有人推薦了嗎 有有有 所以我剛剛就是說 我真的是覺得最好 那當然瑞典人本來就是最愛去泰國 應該是說因為泰國是 就是靠近 就是 該怎麼說 離歐洲最近的亞洲國家 然後就是有那種度假的那種感覺啊 因為不然你就是要 比如說到巴黎島一年啊 那些會比較遠啊 所以我們瑞典就很喜歡 那我就是要說 為什麼我覺得東南亞很好 因為真的是要看你去什麼樣的地方 最重要 我們去蜜月呢 我們就是去 Club Med 它就是就是度假村 all inclusive的 這個真的是完全對的一個選擇 all inclusive這種包含全部 因為你知道嗎 你去那邊一個度假村裡面 然後你到裡面他們就是 所有的就已經包含在裡面嘛 那我們去那邊一個人四萬塊 所以兩個人八萬塊去鋪吉島的 Club Med 為什麼那麼便宜 那一次有一個活動啊什麼的 對不對 所以比較便宜 因為 Club Med平常沒那麼便宜的 對 平常比較便宜 平常都是可能要就是十萬以上啊 可是真的非常適合 因為你知道那種感覺 你早上起來不用帶錢包 你就是隨便出門 然後 全部都是免費 你要喝酒 你要從早上開始喝酒 那邊都有酒吧 你要喝酒你就拿來喝 好適合獨立喔 對 你要吃東西 那就是隨便吃 然後他們很多活動 你要玩高爾夫球啊 或是那種射箭啊 或者是你要去網球啊 或什麼的 通通都有 不會 肚立就待在酒吧 對 也可以啊 就這也出不來了 沒有 所以真的 就是這種 所以就是一個費用 全部已經繳完了 好好 那請問一下他的設施跟 Quality好嗎 非常好 非常好 真的是非常好 LenMate是法國的公司 是法國 所以我們其實法國人就是 不好意思 法國已經講完了 沒有 可是我跟你說 因為法國都去不好 所以 我們的法國人比較 如果有 也比較好的預算 會去Quality 那東南亞國家呢 還有其他的誰去過嗎 泰國呢 泰國 泰國讚啊 嘿嘿嘿 跟你一起到泰國 你現在是約男生是不是 沒有 你知道我那時候 剛結完婚的時候 其實壓力很大 然後我自己本身也有 肌線瘤的問題 所以很難受孕 然後拍了一年的戲之後呢 我就受不了跟公司請假 我記得 我的殺青的日期 是1月23號 後來呢 我懷孕之後回推 我受孕的日期喔 是1月25號 嗯 我搞了兩年耶 都沒有辦法受孕耶 結果我一去泰國放假 兩天而已馬上受孕 所以妳現在拍戲是在避孕 家庭立刻 對 避老公 是這意思嗎 嗯 有點多你知道 對 然後我覺得真的是放鬆的好地方 而且其實我剛剛一開始就有跟大家聊說 其實妳蜜月結婚嘛 妳要請個結婚假 要請個產假什麼 妳乾脆一次請完好了 妳就直接能入門洗 到泰國它是一個很放鬆 而且氣候又是比較溫暖的地方 所以妳是建議說 也不是 看妳開心 亂講 但是那邊的那個氣候呢 是比較適合我們的 妳不會說因為到歐洲去冷冷的啊 然後或是要一直走一直走 然後在海島國家 我其實我是去泰國的華興 它是一個比較虛擬的那個地區 而且好像是一個皇室的一個度假聖地 對 那就是妳住自己的Vila 然後就是每天就是吃喝玩樂 妳去幾天 我去了一個禮拜 對 其實也不重要啊 去兩天就中了 這樣就夠了 不是啊 我們有其他不想生小孩的好嗎 妳可以吃 那泰國的食物又美味又便宜 經濟實惠 喝的酒呢也不會說太貴 因為妳到別的國家 它會加上妳的服務費 氣氛費什麼之類的 但是泰國的人工就本身就比較便宜 按摩 對 而且很熱情 它就會一直不斷 你看 我真的海鮮吃不用錢 還有可口可樂 加這麼大一鍋你看看 對啊 每天補海鮮 不懷孕才難耶 這個是個好推薦 我覺得泰國的一個危險是 歐洲人就是或者白人 非常非常喜歡泰國的女生 然後她跟她老婆去 可是她非常 她好像愛上了那個 飯店的一個服務員 所以她跟她留 留那個 對 電話 跟那個LINE 就是回意大利 大概花很少錢 可是她每兩三個月都有給她 大概八千一萬塊 給那個女生 因為那個女生一直被說 我好窮喔 我好窮喔 我們現在聊的是杜蜜月 妳講的外遇 下禮拜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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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還有 有推薦 有不推薦的嗎 我其實我也沒有推薦的是 我覺得東南亞的地方 就是要挑國家 因為我覺得很容易 治安不好就是 最近不是有那個海盜的問題嗎 就是一島一飯店那種東西 對 一島一飯店 然後她那個海盜是直接開著船 海盜就來了 到你們這邊 然後因為她也沒鎖嘛 直接進來把人爐走 對 直接把人爐走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 治安問題還是會有一些的 而且現在這邊已經比 其他地方歐洲其他地方的海盜 還要猖獗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 越來越要消了小心 因為連我自己在就是 那邊的朋友 他們自己也說他們有些 還就是消島嶼他們自己都不敢去 都不敢去 因為真的隨時被爐走 你不知道 他就是要跟你要贖金啊 就是他們不敢去 然後叫觀光客去 對 對 這個這個不推薦 對啊 像我姐妹就去巴拉旺 那個地方就是很 兩三萬塊就搞定 然後很漂亮什麼 就知道什麼處女的聖地 它是最後一個很美的地方 巴拉旺很多人去潛水 對 它就是都很好玩 可是就是 可是你就只要遇到這一次就好了 對啊 對啊 那每天都會提心吊膽 覺得會有一點 比他手還可怕 對 對 我覺得太緊張了 所以這個當地的治安環境也要考慮進去 姐妹在你 你的蜜月是去哪裡啊 我蜜月去 香港 可是 可是 這一點是 我老婆的budget 對 Good job 我覺得可以 可是我老婆的budget的 那個就是蜜月 度蜜月 就是你老婆不認同 但你硬要說 那次就是蜜月 對 因為她說 度蜜月是只有人生一切而已嘛 誰要去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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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不是週末有空就可以去了嗎 不是兩天一夜吃個飯就可以回來的嗎 四天三夜 四天三夜 好短 那第一名到底是哪裡咧 那我們來看看他們怎麼說 我想要去馬爾地夫 因為我自己馬爾地夫很喜歡海島國家 所以我喜歡那種大自然大海那種感覺 之前看過照片就覺得超漂亮 就很嚮往去海島的國家 這我從小夢想 我覺得以後結婚就一定要去那邊 就是可能去生錢啊之類的 因為那邊的海很藍很美 我還蠻喜歡就是海島國家這樣的 然後因為聽說她快消失了嘛 所以就是趕快去 以免她不見 馬爾地夫 因為她快沉了啊 而且那邊蠻美 我覺得另一半應該都會蠻喜歡的 地球暖化之類的問題 然後她越來越小 所以我想要趁她現在還很美 就是還OK的時候趕快去 感覺快要沉了 所以感覺要趕快先去一下 要把握機會 大家一口同聲都說 因為她要沉了才去 對 平常好好的沒有人想去 對 就是這樣 因為像那個威尼斯跟馬爾地夫啊 讓我慢慢逐漸不開始懷疑 她是不是就是跳樓大拍賣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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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家就去啊 對 我也是因為那種人有跟我說 威尼斯快淹了 我就跟老公說 好 我們去義大利 一定要晃進去裡面 對 對 馬爾地夫是對大家一個小夢想吧 因為看到照片就是很完美 而且就是 每個島都是一個房間 所以就是很審人很甜蜜的就是 的地方 對 就是像這種地方 好多理喔 像你去那邊就是你們是兩個人一起 是 因為我去就是 去旅行的時候 我最喜歡的是旁邊有太多人 對 就是你跟女朋友老婆一起去 就是一定要兩個人都是比較好 而且那邊就是可以下去可以去潛水 那我很喜歡潛水 那我很喜歡潛水 可以去跟下雨啊 跟一些就是那個芒果蕊 就是一起潛水 我知道很棒 是 對 我剛剛也是在問我朋友說 大家都去哪裡 我說馬爾地夫 他說那就是專門生小孩的地方啊 如果去馬爾地夫 要去那種高級的房間 就是要 精靈準備好 就是要付很多錢 因為可能一個晚上是大概兩萬塊 馬爾地夫不是還好啦 對 馬爾地夫其實可以找到比較便宜的 可是那邊是穆斯林的國家 所以不能買酒 OK 不能買酒 然後女生要打扮的是 不能在那個路上就是 穿比基尼 或是比較性感的衣服 如果去那種高級的地方 可以 可是去那種 那個卡比特 或是你的比較便宜的地方 奔倒啦 手都不行 所以要好好選她做功課 我老婆也很想去那個 他不是已經去香港了 你怎麼每個地方都想去 他不算 他不算 所以我有研究過 大概18萬 我覺得不便宜 兩個人嗎 兩個人 兩個人18萬 兩個人18萬 然後OK 可是 兩個幾天 我朋友去過那邊六天 可是我看到 他跟我說真的不要去 為什麼 然後我覺得我不要去了 因為他去的那個六天 第一天第二天他真的很好 像什麼釣魚啊 玩水啊什麼的 可是從第三天到第六天 太無聊 沒有什麼東西 都是這一點很漂亮 可是他們帶了那個電腦 然後四天都看那個節目而已 在房間看那個 用電腦看節目 對 超無聊的 對 所以如果沒有真的很愛海島國家的 可能就不適合去了 但是我不怎麼覺得 因為我最好的朋友 他也去馬爾蒂佛說是過他們那個 然後他們就花了六萬塊而已啊 所以我不知道 六萬塊從哪裡飛去 他們先從台北到新加坡 然後再到馬爾蒂佛 才六萬塊 才六萬塊 幾年前啊 幾年前啊 對 然後他們去了 差不多五天而已 你確定他那個背景不是 不是 而且我跟你說 這個地方很好吃 有一點像 他們去那邊就是玩了五天 馬上懷孕了 所以旁邊 對面這兩個美女們 衝頭愛人的美女們 我跟你說 真的有人是一個黑人 也會唱歌 謝謝你 那如果你還單身 還沒有三小孩 還想要去馬爾蒂佛 還想要去馬爾蒂佛 我還滑得出來 不要一直怨人家 跟你出國約三小孩 對 與其聽你講 不如讓她聽聽看 她怎麼宣傳中樓愛人 回憶一下大家 第一次談戀愛就是在學校 好的 要按時收看 那今天我們也介紹了很多 蜜月的聖地 如果因為預算的問題也沒有關係 因為清淨農場 它有普羅旺斯喔 一大世界它也有地中海喔 主要是兩個人出去度蜜月 要開開心心 不要吵架喔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芬芹強下次見 拜拜